17 18 18 18分 好 OK 接下來是我們佩慈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這佩慈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15 6 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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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分 小胖老師 沒有 我兩位都給同樣的分數 我今天對你們兩位的演唱 說實話有一點失望 我跟其他的評審 有一點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你們前幾次的比賽 非常的精采 可是我覺得你們今天兩個 不管跟誰 不管是Elisa或者是明瑋 或者是怡蓉來比 你們都很容易會輸掉 我覺得你們兩個今天唱得不夠好 那麼在這一組 還有沒有其他評審 張宇老師也要補充 但是因為他自己的口氣的關係 他的感情的關係 他的人生歷練的關係 所以他進錄音室很快 就唱完了 可能兩個鐘頭 三個鐘頭就一首歌結束了 有一些人他是非常非常會唱歌 但是在錄音室裡面 可能要磨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為什麼 我再舉一個例子 成龍大哥有一次 在剛開始出第一張唱片的時候 在李宗盛幫他配唱 整個配都不行 大哥怎麼樣都不理他 兩個大哥都不理對方 唱到最後 成龍大哥有點火氣了 就開始在裡面亂唱 但是李宗盛大哥說 對 我就是要這個 林建輝 你從剛才在舞台裡面 在那個 我們看不到你的時候 你唱那個什麼歌 《我愛台妹》 《我愛台妹》 你都非常的工整 OK 尾音拉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愛台妹》 不要那樣 我不要那樣 我就是要一個痞子 但這就是 就是我要的 唱歌就是要有那種 那種feel 那種感覺 那你現在 你絕對你的技術 你的技巧什麼 絕對都有90分 95分以上 你現在欠缺的就是這個 你要把你自己釋放開來 我再說一遍 唱歌 音樂 它是用揮灑的 它不是用計算的 OK 不過在現在這個 18比17的這個分數之下呢 要先恭喜我們的林建輝PK成功 兩位先握手一下 謝謝 好 在這邊先請問一下 佩慈此刻的心情是 很...很平靜 很平靜 對 為什麼 我跟他PK三次了嘛 然後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很可敬的對手 那 他身上所擁有的東西 就是剛好我沒有的 那 所以 可以說是 就是 我覺得 因為畢竟 對啊 就是 這是評審老師 給我們的分數 所以我覺得 對 很平靜這樣 然後很...就是 就是覺得他真的是一個 很可敬的對手 好 對 林建輝 這個敖戰好久啊 今天終於一分顯勝了佩慈 有什麼話要說 其實我對佩慈 就是我覺得他也是 就是 像他說的 就是 他有的東西我沒有 就是那個情感 然後其實 包括剛才老師給的那個 評審 我是覺得很 其實有點壓力 就是 對 可是我 不太會說 所以我就很高興可以跟佩慈 交流 就是唱歌 然後 學到很多東西 我覺得林建輝 甚至可以代表這個 很多歌唱比賽的參賽者 來發表一些感言 因為就像莫凡老師如果說的話 其實他之前已經參加過很多比賽了 超級金光大哥這個比賽 給你什麼最不一樣的感受呢 老師的那個 意見 意見 都很真 然後都會打中那個點 那個點 就會讓你回去真的會想很久 對 就不是說之前的沒有打中 可是 就是 因為我唱懷語歌就是 缺少了這一個很重要的點 然後 之前參加的都是一些 唱英文歌 對 所以在星光大道 從網上看 看到在這個舞台 唱的時候覺得 就學到很多東西就對了 我覺得其實真的滿難得 在這個舞台上高手過招 大家互相都有獲得 甚至連看的觀眾 我相信你們也有獲得 包括你們可能也會變成 很專業的聽歌人 然後慢慢的也可以從技巧之外呢 可以感受到所有評審獎 所謂的感情 還有他的特質 個人魅力等等 因為再次跟所有這個 不管是觀眾朋友 電機前面的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的這個比賽叫做 超級星光大道 它不是一個亞洲歌唱大賽 如果我們是用那種分數來評的話 那沒有話說 引起了一些爭議 但是在這條 星光大道要通往這個舞台上面 我們真的要選的是明日之星 可以發唱片的人 可以讓觀眾引起共鳴的人 對他有興趣的人 我想其實今天不管誰18分 誰17分 兩位都做到這樣的標準了 來 握手擁抱一下兩位 好 非常難得 好 再次謝謝我們的 林建輝要下次再來PK嗎 要 好 我們再次的歡迎你繼續來 謝謝 那麼同時呢 要請我們在這個失敗區的選手 來 再度來到我們台上來 好的 那麼今天有三位星光幫的同學呢 這個獲得優勝 在這邊有請我們的Karen老師 來頒獎 這是即將上市的音樂手機 恭喜三位同學 謝謝阿倪 佑咪 佑婷 謝謝 謝謝Karen 謝謝 好 恭喜要繼續保持戰果 三位先往後退一步 另外我們三位同學有 佩慈 美珍跟韋如芸 本週星光二班 在踢館軍團強烈的襲擊下 共有三位成員挑戰失敗 分別是歌聲爆發力十足的黃美珍 一集創作才女 慧如芸 還有歌聲情感投入的增加 配詞 究竟誰會就此告別星光舞台呢 評審開會開了有一段時間了 這個先跟大會報告一下 剛剛這個整個的過程嗎 張宇老師 反正就是進去投票嘛 那五個人 第一輪投出來的票是 1比2比2 講出來就是 所謂的1就是有一票投他要淘汰 2有投他要淘汰 1比2比2 然後再把那一票拿出來 請他再就另外兩個人再投一次票 所決定出來的結果 好的 所以其實也是滿充滿了這個 拉鋸跟掙扎的喔 最後要宣布的不好意思 又要麻煩小胖老師您辛苦了 今天要被淘汰的是 到底這三人之中 是誰會遭到淘汰 從此離開超級星光大道呢